随着2023年春季新兵运输工作全面启动 各地新兵以航空、铁路、公路、水路等等的运输方式 陆续从祖国四面八方汇聚到火热军营 开启军律生涯 日前四川丹巴县为20余名春季入五新兵举行隆重的出征欢送仪式 一大早三名丹巴籍参战老兵从各乡镇赶来为新兵送情 他们为新兵佩戴受戴献上哈达 现场讲述自身亲历的战斗故事 勉力新兵扎根部队建功沙场 山东省济宁市2023年春季一千余名新兵陆续启程奔赴祖国边疆做作军营 出发前当地军分区充分发挥革命英雄王节 铁道游击队鲁西南战役纪念馆等驻地红色资源优势 用现地参观剑学重温阴魔试剂等多种方式 激励应征入伍新兵立志报国 近日第71集团军迎来了近年春季征兵 第一批来自山东湖南等地的300余名新兵 考虑到很多新兵是第一次离开家 新训干部骨干第一时间组织他们给家里打电话 发视频报平安 新兵们在这里将展开为期三个月的入伍训练 完成十余个课目训练考核 逐步实现从地方青年到合格军人的转变 空军空降民某部也迎来了千余名新兵 为缩短新兵入营时间 该部队新兵入营工作优化调整 让新兵从火车站登车后直达连队 实现一战式分配近连 彼达后连队组织入营新兵 开展吃好第一顿饭 谈好第一次新等20个一活动 帮助新战士更快熟悉适应部队生活 来自黑风江等多省市的首批2023年度春季入伍新兵 顺利抵达海军某视讯基地 新兵到达军营后 部队组织全体官兵热烈欢迎新战友 一对一帮助新兵进行入伍点宴 安置住宿整理内务 部队食堂为新兵安排了热腾腾的暖心面 带兵骨干主动与新兵交流感情拉近距离 帮助他们走好军旅第一步 武警北京总队执行第四支队 迎来了2023年春季入营的新战友 他们一身戎装胸带红花 满怀对军营生活的憧憬 刚抵达营区 新战友受到了新兵干部骨干热烈欢迎 营区还为他们举行了入营仪式 入营后 各新兵中队组织各种活动 帮助他们尽快熟悉部队环境